這個韭菜我已經種4年了 4年了應該要分盆了 要分開來 分開來 你就可以 差不多5、6顆種一個 那分盆的時候 你 把整個都拿出來沒有關係 把整個連根都拿出來沒有關係 那底下的根很長了 因為它長4年了 底下的根可以剪掉1 3分 剪掉了以後你在 4、5顆4、5顆這樣 種一個地方種一個地方 它以後就會越長越多 多久也剪一次 兩年 我說每一個禮拜還是 這個韭菜 這個才3個禮拜 就已經長這麼長了 因為是夏天 韭菜喜歡熱 冬天它就長得慢 那這個差不多3個禮拜4個禮拜 你們就可以割來吃了 割韭菜的時候一定要割得跟泥土平 不可以剪這上面 割跟泥土平 每一次剪完了以後 積分肥撒一點點 上面蓋一點點土 每天澆水 像這個夏天是每天澆水的 那它就會長得很快 OK 好 積分多久 積分 每一次割完就放一點 一點點就好了 非常好 它就會長得很好 OK 最近有人 像昨天就已經剩下一顆 最後一顆 我說這個怎麼樣才開花 這個是麒麟花 麒麟花如果屋前面種一盆 麒麟花可以辟邪 是非常吉利的花 OK 台灣的習俗 對 有七個顏色 大部分都喜歡紅色 它就是說 怎麼想 辟邪 辟邪 對 而且 現在有新品種 10年了 新品種 在農業感良廠 它沒有刺 可是反而不 沒有人想要 他說要有刺的 如果要有花的話 這個 所有的花束 我是建議你放那個 骨粉 骨粉磷肥很高 或者是說 你放那個 化學肥料 我們所有的花束 可以放化學肥料 沒有關係 它是沒有味道的 你們可以放那個 161616的那種的 複合肥 複合肥每一次 開完花以後 像它這個是沒有放肥料 所以它開完花以後 它沒有發新芽 它就沒有花來 這個呢 這一批花呢 已經開快完了 開完了以後 你要把這個花 這個 花的梗給它剪掉 剪掉呢 再趕快放肥料 放肥料放好 一個月後 它新的花 又開始開了 它一年可以開很多次 這個 種在屋前面是非常好 很吉利的那個花 OK 這個又是鱼骨粉 鱼骨粉呢 它的磷肥很高 你看 它這是 蛋磷甲 OK 磷肥很高 一般我們建議呢 這個客戶 你果樹呢 一年呢 最少放四次 三次到四次 就是春天 夏天 秋天 春天就是 二三月 夏天呢 是五六月 秋天呢 是九月 十月 這個 一定要放 骨粉跟放 雞粉 一起放 放好了以後 再蓋泥土 上面蓋土蓋好 澆水 那這樣子呢 明年 它一開春 它就會開花 結果 這個肥料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 都不懂 就說 一年到晚 就是只是澆水 沒有放肥料 那希望以後還有機會 來跟大家討論 怎麼樣種果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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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